白沙豚妈祖进香行程最后一天 一大早换轿子了 从方便行动的小轿 换到八人抬大轿 接着要抬着绕行通宵 换轿仪式 棒棒仔出现了 他负责敲锣打鼓 提早通报大家 妈祖要来了 换轿之前 白沙豚妈跟山边妈 共存反红超跑 回轮最后一程 两妈祖分开了 各自乘坐一顶大轿 白沙豚妈祖绕行之后 下午回拱天宫 当地民众 还有外来的信徒 早准备了点心站 吃的喝的 慰绕香灯角 这个香机摆 纯素的手工香灯角 跟随妈祖进香 一路上可以不花费 因为吃的有点心站 累了有拱天宫的游览车 随时可以上车休息 也有热心的民众 开车随行 提供行动休息站 这次报名登记的香灯角 有11万人 拱天宫估计 回到通宵接价人潮20万 人潮带动商机 有人沿途购买地方民产 不过更多的是 发愿结缘的付出 庙方表示 商机很难估算 如果是用一般估算 国旅消费 扣除旅店住宿 每人每天500元计算 估计超过4亿 但是这些 大部分由信徒结缘付出 也有业者推出纪念商品 也会因为活动 带动了收藏商机 TBS新闻 谢国建国收屏 苗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